好,7時15分,準時開始 我是Karl,是Captain Director of Financial Markets 這個背景,簡單來說 過去十幾年都在Captain教CFA班 Level 1 教到Level 2,Level 3 我香港是少數老師都教三個Level 通常我香港有些地方都知道教 通常都是教一個Level,所以我教了三個Level 現在在這個時刻已經教了Level 2 其實前幾個月已經結束了Level 3 現在已經結束了Level 2 很快會開班Level 1 這是今天的目標 我除了Kaptain教CFA之外 我都叫做Market Petitioner 在10年到7年到8年 我做Hedge Fund,香港做最終基金 現在這幾年就做Purve Equity 幫一些香港的Start-up去Raze錢 所以其中一個Office 就在Support的,如果大家有興趣 Support的Office,大家喝一杯咖啡 剛剛才去完美 所以都幫一些公司去Raze錢 Core and Code 屬於Corepet Finance一部份 其中一個教書 除了希望幫助大家 Purve CFA 絕對希望多了一個Purve Equity 第二,亦都想讓大家知道 金融市場的操作 我向大家分享自己的經驗 所以我在金融市場都打滾了幾十年 在加拿大做過事,香港做過事 新加坡做過事 都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沒有地方的操作上面 有些不一樣的 好,那今天就 Agena三部份 我負責頭兩部份 講一下CFA的Program 講一下做一個Demo Lecture 講一個特別的Fixed Income 第三部份 我同時會負責講一下Capping Offering 如何幫助大家考試 這邊有很多位 你不要緊 坐坐坐 你告訴我,哪有很多位 沒所謂 沒所謂 這邊有很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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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A是金融界裡面 有一個很有名的銜頭 我想解釋一下MBA和CFA的關係 我剛才有一個朋友 講一下IT FID Background 其實我本身都不是 Binance Background 我本身都是讀Science 我讀Physics 本身是 金融市場 大家知道其實很多人 都來自五媒四海 有些讀History 有些讀英文 有些讀中文 基本上金融市場 好聽就請一些聰明的人 聰明的人 或者聰明有關係的人 doesn't matter 總之就是你明白我的意思 幫他找生意 所以其實金融市場 過去的操作 就是請很多不同的 背景的人 不同背景的人 變成大家的知識 水平 都可以有些差距 當然 如果有些本身 讀Finance出身 沒問題 有些讀MBA 有些讀Master Finance 當然沒問題 所以後來就發展了一個 Program 叫做CFA的Program 大概就是一個 State of Standard 大家知道 很多的 包括了HUST 科大 他們的Finance Program 都 supposed 跟著CFA的Program 簡單來說 CFA的Program 就是一個Gold Standard 你認識了一些東西 就代表你一定的 Level 去面對金融業的挑戰 我說一次 CFA很大的原因 為什麼有這個Program 因為做Finance 很多都不是讀Finance 包括我在內 我很多朋友 有些就是讀IT 有些讀數 很多都不是Finance 出身 所以CFA的Program 原意就是一個考試 大家設定了一個Standard出來 希望大家去 明白這些知識 這個大概就是背景 所以在一個很群人的銜頭 如果大家知道 看回這裡 Credit Switch 為什麼要做這裡 就是炒掉了 但是其他那些都是 所謂Google Bank 那出路如何呢 Honestly 這張Sign我預備的時候 是幾年前 所以現在的Market都不同了 特別是香港 但是都告訴大家 如果你出國的話 我的學生 是沒有人找那麼多事情做的 離開了香港之後 大家都有工作做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真的 那 那 香港的金融市場 其實是 都幾大一下的 我想說 一個很大的金融市場 那 很多人想起金融市場 我想分成幾個板塊 這樣 跟大家聊一下 第一個 所謂Sell side Sell side 就是作為投行 Investment Bank Investment Bank 就很大的功能 就是幫一些公司集資 所以就 所謂有Investment Bank Investment Bank 裡面的公司集資 要幫公司做Valuation CFA就教導你 怎樣幫一些公司做Valuation 去測試公司的Credit Risk 另外 我經常聽大行報告 大行報告 就寫了Research 叫做Research Analyst Research 報告的目的 就是Sell東西 所以Research and Sales always come together Research 不是給你看 不是給你們 網上 Target Price 目的不是一件事 目的是Sell 就是幫那個 投行去Sell a Service Sell a Product 所以這個就是 Research Sales 意思 另外就是 Research 那些人寫 就是所謂的Analyst 分析員 所以就是傳統投行 裡面的一些工種 我自己說過 我以前做對沖基金 對沖基金有名叫BuySize BuySize 就是負責Buy BuySize 對沖基金裡面 或者不要說對沖基金 是傳統基金 今天是MPF 你也有買基金 裡面有分析員 裡面有基金經理 這些都是一些 CFA很傳統的工種 裡面很多都是CFA 我自己圈子裡面 有很多這些朋友 都是 另外就是 在 Corporation 裡面 在 Corporation 裡面 For example 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 就是 Treasury Tresury 就是幫公司管錢 比如很多公司 有些營運基金 有些營運基金 怎樣做一些投資 去拿高一些利益呢 一方面 就不想 那麼多 risk 但一方面 就希望拿高定期的息 這樣 這個都是CFA 會討論這方面的事情 當然我都認識一些公司 基本上 Tresurer 就是炒房 都是拿公司錢來炒 我也見過的 所以很聽一點 就是幫公司管錢 很難聽一點 很多都是拿公司錢來炒 炒買一份的 所以大家都應該聽到這個故事 另外一個 多重要的工種就是 IR Investor Relationship 我不算學生做這份工 IR 比較多是女性做的 簡單來說 剛才講過 有Buy side 有Sale side 有些是要Sale公司 有些是Buy公司 投資公司 他們在公司是接投人 上市公司是接投人 IR就會是接投人 所以他們要讀 ICFA的目的 understand Buy side sell side 那些問題背後的目的 到底為什麼要去問 你的CapEx是多少 你未來幾年的投資大計怎樣 這些都是他們understand Buy side sell side的語言 這些都是IR會做的事情 另外包括了會計師 香港的accountants 很多都是幫list companies 去處理賬目 這些都是需要CFA的知識 OK 我大概都講過了 CFA自己賺自己怎麼厲害 CFA就1962年開始 所以是歷史多悠久的一個program 全球 19年的時候 去到18萬 大概18萬個chater holder 所以是一個全球的組織 In fact CFA有一個挺有趣的地方 香港就很著重做一些local society 香港有一個CFA society Hong Kong 新加坡有CFA society 新加坡 美國就賣地方 CFA society New York CFA society Boston 所以 無論你天牛海角 都應該找到一個society 躲在你 除非你找一些 不是金融中心的地方 躲在一角 所以其實都著重那個networking 和local community 所以這個都是CFA做得挺成功的地方 香港的CFA society 都定期有很多活動 都挺high profile 如果去Facebook找一下 CFA society Hong Kong 昨天都是有新聞和新城電台 有些合作 你可以看看 所以都是挺high profile 好 那 要考CFA 所謂開始的CFA program 以前就要大學生 即是要拿Bachelor 現在就不用了 現在基本上好像你是 總之 其實現在 美國制 你是第三、第四年都可以考得 以前就要大學畢業才可以考得 後來就大學第四年考得 現在第三年都可以考得 總之他說 23個月之內 畢業都可以考得 所以除非你第一年而已 如果香港考讀三年大學的話 第一 即是讀完第一年之後 第二年都可以考得 因為都會先兩年畢業 那 如果你未畢業的話 有另一件事就是 所謂叫做 Four Years Professional Work Experience 所以你沒有Degree 但是你是會計師 你是Lawyer 理論上都能夠辨到這些 criteria 但是一般來講 香港都有大學Degree 所以這個就不是太concern了 所以第一、第二點就是 第一、第二個Box 是最常見的 entry point 來的 好 那要講 如何成為chart holder 那現在講 chart holder 是幾軟客的東西 因為你們 assume 大家未考Level 1 未passed level 1 assume那些東西 那基本上你要做的就是 passed to 3 個 Level 起未來幾年的時間 passed to 3 個 Level 那儲點足夠的工作經驗 那另外就要拿些reference from一些的 老闆 CFA chart holder 然後最重要是給會費 這要緊要兩件事 給會費 就成為了CFA的chart holder 那所以 我想這張範圍就不用理住了 考完3個 Level 才算 那 那 那我都不小 CFA Level 3 下山 就找我做reference 那如果到時 你 就是 踢我的班的話 很樂意做你們的reference 那 那這裏講到三個考試 就是honestly 這三個考試 這個分法 這幾年變得很厲害的 所以現在暫時是這樣安排 去到你們考Level 3 可能已經不同了 因爲CFA的program 現在都很revent 就是revent都很厲害的 那大家 今天來聽聽Level 1 那對我來說 Level 1和Level 2 是一個unit 那其實呢 如果你考完Level 1 讀Level 2 那我就會不停 remind你 這些是Level 1見過 這些是Level 1見過 因爲Level 2和Level 1 是一個大unit 其實中間的斬法 就很arbitrary 那所以有些 有些topic 今年就放Level 1 明年放Level 2 後年放Level 1 到頭來就是一個unit 那Level 1 那Level 2呢 就是那樣東西 就叫Valuation 就是股值的 那講股值的是什麼呢 就是equity的股值 fixing的股值 和alternity asset的股值 因爲我再講一些 所以Level 1和Level 2 就是一個大unit unit的主題就是Valuation 那些東西值多少錢 那些東西值多少錢 那些股票 那些股票 為何匯複值多少錢 騰術值多少錢 Microsoft值多少錢 Google值多少錢 那些問題 那Level 3呢 就是講另一件事 就是Portfolio Management 就針對一些buy side 所以是針對一些退休金 針對一些基金經理 針對一些endowment 補免公司 因爲很多工 在出坊間裏面 其實不需要Level 3 因爲他想尺分控分析員 你的老闆想幫他炒股票 那其實就和Level 3沒有大關係 那所以其實很多工 其實你問我 就去到Level 2就夠了 那當然 一般的朋友 他Passed Level 2 都想和Level 3 但是其實你問我 Level 3和Level 1 都真的有些少少 都幾大分別 都幾不一樣 那所以很多工 其實Level 2已經夠了 已經是 好 那我會花多一點時間 講這個所謂的 Syllabus Syllabus OK 那你見到的比重 就是考試的比重 那這個CFA是很均真的 那我告訴你 比重是什麼 那當然它有一個range 那你拿Bit Midpoint來參考 就是15至20 就是18%這樣 那當作一個Bit Point 那Level 1 其實最大比重的topic 其實就是一個 幾軟的topic 就是ethics 那如果大家知道 那你今天做銀行 你今天做會計 所有的專業 都買到ethics的了 那CFA就 也都是不足 那CFA的ethics 那CFA的ethics的難的地方 是這樣的 因為呢 CFA tried to cater 給一個很bought的一個community 就是裡面 我再說金融 我再說一次 金融界裡面 有很多很多工種的 就是剛才我沒有提到 buy side sell side corporate 跟著是 就是 crader rating agencies regulators 都都都都都都都鎖下去 這樣 那他try to create 一套的ethics 就蓋上了所有的公眾 那所以Level 1的ethics 你問我呢 是難的 難不是說 那些東西很深 而是說 很多時候說的一些東西 第一 裡面很多同學 未必會先做金融的 第二 就算做金融的話 都未必做過公眾 譬如你做sales的話 你未必明白research analyst的世界 你做research 的話 也未必明白sales的世界 因為大家處理的東西不一樣 但是呢 他一套ethics try to cater 給全世界所有的人 其實是難的 很多時候 他那些東西 你不知道說什麼 加上西方和香港 又有些不一樣 可以某個角度來講 西方現在是比較嚴謹一些 就是ethics 的要求高於香港 Let's face it 這個是真是真事 香港很差的 說完了 沒有這麼多東西 這麼大名 所以這個更加困難 說很多東西 香港根本你聽都未聽 都未想過 即是 有些這樣的東西 我舉個例子 如果今天 譬如西方 你買一份保險 你買一份保險 那個sales給你的agent 差不多要discourse 給你聽 他收多少commission 這個是by law 即是西方世界 香港財女傻 都要怎麼discourse 但是香港這件事 都不提 講都不講 大家就當某件事 但是西方世界 都很清楚這些東西 這些是transparency 即是很多東西 其實香港 如果那個ethics 其實很多東西 是差一大段距離 但不要緊 所以這套standard 其實是 我想說 第一 涵蓋所有工種 第二 有少許是比較 即是你問我 你香港人覺得太誇張了 但反過來 它是based on 所謂back practice 的東西 所以有些人覺得太誇張了 那第二 剛才說的計數 quantitative methods 那我稍後再講 一點點這方面 那 在financial上 有幾個基本上的math 你要懂 第一當然是statistics 第二就是time value of money 第三個就是 現在說很多 就是linear regression 那這些其實你問我 都是一些比較重要的 一些math concept 那就是這裡會出現 出現 那 去到level 2 說了一點點 就要講time series 會講了multiple regression 那有些machine learning 放在level 2 現在開始有些machine learning 放在CFA裡面 大家知道 那你是level 1和level 2 你會需要做一個 叫practical skill module 其中一個選擇就是 寫python program 寫寫python的 ok 那 conic methods again 你問我 這些東西是不是很深 不是 只不過就是看你 如果你本身讀數 那些東西 都覺得不是太難 而已 但如果你本身讀文科底的話 那可能會有困難 那先講 那是econ 那 那 到頭來 很簡單 看幾年 就是香港的股票市場 做得不好 那其中一大原因是香港經濟不好 Let's face it 香港經濟不好 因為不是什麼新東西來的 應該都看出家就知道了 這樣一切 所以到頭來 asset asset 的表現 和經濟很難脫鈎的 經濟不好 你變不到魔術出來 我經常講 經濟不好你變不到魔術的 什麼都會跌的 其實你變不到魔術 那所以這個 你會understand 到底經濟的循環 譬如好像現在 所謂美國那個 什麼時候加息 對不起 什麼時候減息 美國那個 model policy 那當然 其實econ 最重要的全世界 最重要的就是美國 媒著局 那這個是影響全世界的 所以我們understand 他們的經濟的循環 經濟的操作 那先都提過了 那accounting 那accounting 在level 1 就佔11至14% 那其實已經少了很多了 因為全盛時距有20% 那到頭來 CFA Believe那套 就叫fundamental analysis 基本分析 那基本分析 就是怎麼了解公司 就是從那個報表開始的 understand 公司的revenue 公司的proper margin 公司的asset 公司的asset nability 那 我實際上說多一點 就是我 很多人 就是香港 就經常看 我不知道大家的背景 那 大家經常以為 上電視 講財經那些 叫分析員 請問你上電視 講財經那些 叫什麼? 蛤? 那叫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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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演就是什麼? 就是演員來的 所以你留意一下 每個股票講得到很厲害 每個股票講得到的 你總之 留意一下 每個觀眾打電話給他 給他 他講幾分鐘出來 但留意一下 那些東西不一樣 你的錢買 八元買 八元買 七元只虧 十元只賺 十元只賺 三幅屁 留意一下 說的東西不一樣 接著我捉個經濟點 怎麼好 又說這件事 一定要說這件事 加上這件事 但如果你真的留意一下 看Bloomberg也好 看CNBC 真正分析員 真正分析員 就跟你數數號碼 蘋果 明年預計出多少手機 gross margin多少 出幾百iPad 賣多少部iMac 逐個跟你說 這就是報表 香港沒有這個概念 假設你對金融的認識 只是看財演 你沒有這個概念 他們就是 基本上就是 問你這個先生 你不要計算賣 問你這個問題 最重要這個問題 因為只會走回你說話 跟隔壁看相 跟隔壁打小人 沒有大分別 你問我真是 大分別 你想問他就回答你 但看回西方世界 analyst 其實到頭來 從一個報表看公司 就跟他們說 re多少 net margin growth margin 這些就是financial語言 我想說就是financial語言 這些香港 你如果看傳統的電視 是跟不上的 他不教你 完全是扭曲了 說來說去國賊 阿爺放水 四個字 阿爺放水 那麽就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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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如果基本分析的話 就back to the basic 去回公司報表裏面 如何發生公司 有什麽 就是 負債多少 有什麽資產 到底有幾多日存貨 那麽去問你這些問題 那corporate issuer 就是講公司 就是怎樣融資 怎樣派股息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現在就說一下ESG 那些 那些東西 ESG現在不說不行 那麽最後就 就計算了 那麽怎樣計算 計算股票價值 債据價值 顯身工具價值 那麽 alternative investment 都會講一講 那麽 這個大概就是level of syllabus 那麽大家留意一下 那level two of syllabus 其實差不多沒有一樣 那麽我講過的原因就是 level one和level two 是一個unit來的 所以level one未講完 就繼續講下去 那麽對我來說 那麽根本就是 應該是一個unit 那麽減速找把刀斬下去 這些是level one教 這些是level two教 但其實都是 基本上都是 就是那些的 都是level two 一個延伸of level one 那麽 那麽這個就緊要的 那麽呢 那麽就 那麽assume大家考八月那個時 那麽就是level one 那麽你考八月考十五月 對我來說都沒有分別的 那麽為什麽沒有分別呢 原因是這樣的 那麽呢 那麽 CFA有個規矩的 那麽你呢 那麽如果你假設肥了的話 那麽你六個月之後才重考的 那麽就是說你八月呢 那麽肥了或者手藥肥了呢 那麽你都要明年請早的了 就是二零二五年才考 這個是規矩來的 那麽明年的sibus呢 是會改的 ok 那麽所以CFA考試呢 我想提醒大家 是年頭考得更好一點的 那麽一個sample的例子 你預考 那麽你萬一肥了的話呢 就可以八月再考 或者十月再考 那sibus是一模一樣的 因爲CFA是每年更新的sibus的 那麽但如果你今年 如果因為你八月考到十月考 那麽其實就 那個problem呢 或者一個risk呢 就是萬一你肥了的話 那麽到明年呢 那sibus就會有改動的 那麽不會全改 就是我想講一下 Level 1不會全改大呢 是不一樣的 那麽可能逼你買新書 逼你買新書 那麽這個就貴一點 那麽但如果你假設是 譬如你 剛才說二月肥了的話 那麽八月考 再十月重考的話呢 那sibus是一模一樣的 那麽一年更新的sibus 那麽所以這個 那麽所以 anyway我想話聲給大家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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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八月 那麽八月考 那麽你順利考過的話 順利考過的話 那麽就明年考Level 2 明年考Level 2 那麽就是 那麽一條龍 那麽一條龍 那麽最理想的情況 那麽肥了的話 那麽就會delay 那麽如果 那麽如果你 那麽 那麽如果你肥了今年的八月 那麽 那麽去明年二月 再考Level 1 那麽11月考 那麽明年 那麽二六年考Level 3 得心麽一條都是二六年 那麽只能 那麽可能 那麽多數個月而已 那麽分別不大 那麽那麽 那麽總之希望 那麽大家都順利PASS 那麽順利PASS 那麽 那麽考試就是MC題來的 那麽就 那麽分了兩個session Session 1 Session 2 那麽每個session 就90條MC 那麽每條MC 那麽每條MC 就分半 分半鐘 就是一分半鐘 那麽就會 那麽現在全部computer base 那麽就找你間房裏面 那麽考考 考完之後 那麽中間有個optional break 那麽中間有個optional break 那麽你不喜歡optional break 那麽繼續考下去 Session 2 那麽直鏟下去 那麽中間你去廁所沒問題 那麽舉手去廁所沒問題 那麽就 那麽中間的 break 那麽就是optional 那麽你喜歡 你不太多可以的 那麽最長一個小時 那麽就在香港的 就是PETERSON的 那些computer center 那麽大家也知道哪些地方 那麽新蒲光 那麽觀塘那些 那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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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其實這個formul 是2020年開始的 那麽剛疫情那麽開始 那麽開頭都幾多脫漏的 很多horror story 那麽應該整個 整個 那麽已經整個 那麽四年考 二五年考 基本上已經整個整個問題 那麽2020 剛剛開始時 很多horror story 心想不到電腦壞了,因為他突然有很大的需求,很多故事突然很害怕,現在應該已經整理了問題,所以應該都順利了。 OK,Passing Rate for Level 1,上年都頗低,35,37,39,38,30幾%。 這個是Global Passing Rate,三個肥兩個,大概就是三份的Passing Rate,Passing Rate是低的,Level 1是,順利Pass了就Level 2,Level 3再高一點點。 OK,那我就,OK,那現在呢,Level 1,上年開,應該今年,有幾個大變化。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以前考了Level 1的話,那這些都是一些新的意思。 先講一個容易講一個,那現在呢,就在Level 2,有些叫Practical Skills Module, 即是除了你考試之外,你另外就要在網上做一些Exercise,有機會讓你選擇,包括 Financial Modeling, 還有一些Python Programming,可以讓你做這樣的。 可以做一些Data Science,可以讓你做,那些就,那些就,因為我Practical不讓我做,我就不太知道。 但應該不是太難做的,應該都是按照根據的指示,一步一步做這樣。 就是他想拿你一些經驗,是做一些比較technical的一些knowledge。 所以這個是今年才開始的,今年才開始。OK。 所以Level 1給你選擇,就是Fighter Modeling,Python Programming, 兩頁給你選擇。 那Level 3,就加上Data Analytics,給你選擇。 另外,我就想說一下這個Fighter Modeling,Fighter Modeling, Fighter Modeling,就很搞笑的,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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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先講一下,在Level 1裡面,傳統有幾個大項目, 一個就是Accounting,一個就是Quance,另外一個就是Econ, 這就是三個大項目。 那今年呢,他就將一部,譬如基於二、三年的curriculum, 有一部份拆了出來,就擺了一個叫pre-reading的東西。 pre-reading的東西,意思是,就是考試不考的, 說不考,不考的。 另外,就叫你自己看的,就是叫你自己看。 但告訴你,考試不考的,那些是不考的東西來的。 所以,我自己錄了幾個video,就是講關於這些pre-reading的東西的。 事實是這樣,譬如我用來三部,譬如講accounting, 那以前的sipers,就真的開始怎麼做accruals, income statement balance sheet的結構,開始講起, 就是以前在那裡開始講起,什麼叫做parable, 什麼叫accrual,什麼說起,以前suffer very beginning, 那現在就不是了,變成了,就變成是, 講那些比較深一點的,那些深一點開始。 那將它將所謂淺的這個be-ginning, 放到pre-reading裡面這樣。 那CFA就很 proud of that, 那個sipers小了, 他這樣做完之後,sipers小了, 那真的,如果Beeson的六本書呢, 今年的六本書呢,是比之前的六本書的, 因為他將一些out of offset出來, 但是那些me-reading之後, 就變成了第七本書出來, 就叫pre-reading, 那問你,看不看啊你? 那你也要看的, 那雖然加上七本書呢, 其實是厚過這六本書的, 但是他就說, 第七本書叫pre-reading, 就是不考的, 就是不考的東西來的, 這個放心, CFA就不會騙你的, 它不考, 但是裡面很多knowledge, 變成如果你本身, 我講的, 你不是accounting底, 那你都不, 你都要back to basic的嘛, 你都要understand what the accruals, 什麼叫做, 那些asset liability, basic concept, basic equation, 你都會懂的嘛, 那所以呢, 那我們的做法就是, 錄了一些video給大家看, 也都給大家問問題, 如果有些問題, 問我的話, 那所以呢, 這個focus curriculum, 有一點點就很 preceding, 就是說, 現在將一些比較淺的東西 就offload出來, 但是對好的同學來說, 如果你本身不是讀accounting, 不是讀accounting, 不是讀account的話呢, 那些你都要看回的, 所以其實就不是省了功夫, 其實就做多了東西, 其實就, 譬如哄你說, the service 小了, 其實就沒有小到的, 那第三樣東西, 那這個就沒有大意了, 我覺得是, 那現在就, 那以前呢, CFA就經常很 proud的東西, 要麼你是chart holder, 要麼不是chart holder, 就是兩個status, 你是chart holder, 還是不是chart holder, 就是你chart holder的意思就是, 就是你pass了三個level, 那你申請成為CFAchart holder, 就是chart holder, 那你就在這個卡片, 或者在那個linkin上面寫, 你是CFAchart holder, 那CFA就沒有所謂叫partial, 即是沒有partial recognition的, 即是你沒有說CFA1, CFA2這樣, 那現在有了, 那今年是新的, 那叫Digital badge, 那如果你pass了Level2的話呢, 你linkin上面可以放這個batch下去, 那我覺得沒有大意義的東西, 不過有興趣就放, 即是有需要就放, 即是你, 即是變成你不需要三個level, 你考慮了, 你才能夠recognize, 其實你pass了Level1, 你都可以放上linkin, 即是有個official的batch, 放上去這樣, 即是show off, anyway, 那我都覺得很大risk, 如果連年都Level1, 那你都很大, 不然問你什麼時候Level2, 所以我都建議大家想清楚先, anyway, 好, 那剛才同學問一件事, 就是Level1難不難, 那我第一件事先回答, 就很視乎你的background, 如果你本身是accounting底, ecoin底, 數底, 是容易一些的, 你本身是accounting底的話, 絕對有好處的, 已經贏了十條街, 因為你知道, 即是cash flow statement, 已經贏了十條街, 這個絕對是, 但事實是這樣, 即是CFA Level1, 你問我, 那些東西是否難呢? 其實你問我是不是很難的, 尤其是考慮了Level2, 你看回Level1, 覺得其實是倒閉的, 那只不過, 就是很多很多東西, CFA有很多很多東西, 所以你要記要記很多很多東西, 那這個是難的, 我覺得是難的, 所以不是Defs的問題, 而是Width, 即是Width的問題, 即是寬度的問題, 這些東西未必很深, 但考慮了很多很多很多, 那這個是難的, 那這套是CFA的, 它可能是文字版, 現在大家都應該考試, 考Defs的Defs的Defs, 以前傳統的六本書, 現在七本書, 加上pre-reading, 那你要看其實是難的, 即是你基本上看這些東西很悶的, 都是幾悶的, 都幾悶的, 那所以上課的好處就是, 我們go through這四本書, 上課去go through這四本書, 那基本上都是簡化了一些東西, 那裏面很多, 和大家一起做的題目, 那是make your life easier, 那這個是一個, 是容易很多, 好, 其他一些東西, 我想我給, 待會有同事進來講, 我們剩下十分鐘時間, 我想講, 做一個Demo Lecture, 給一個很大的開始, 比較簡單開始, 做Demo Lecture, 不知道good news還是bad news, 你說good news就好, bad news就好, 那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以為債券市場大一些, 還是公費市場大一些? 對,沒錯,bonds, 對,絕對正確, bonds market大一些, 很多人不知道這件事, bonds market大一些, 問題是說, 香港基本上沒有bonds market, 我有一些解釋, 香港沒有bonds market, 那你說不是, 有, 就行大, 有,香港有bonds market, 就死了, 全都死了, 原因是這樣的, 香港基本上, 我想問問, 全世界最大的bonds issue是誰? 你猜到的了, 是的, the US Treasury, 為什麼要付這麼多債? 不是, 這個不是原因, 為什麼美國政府是最大的債主? 對的, 絕對對, 但是簡單一點, 為什麼? 為什麼? 對的, 赤字多, 那豈不是借錢, 猛借錢, 所以為什麼日本最大的發債人就是日本? 因為赤字多, 其中一個當然就是歐洲國家, 英國, 意大利, 意大利全部都是, 派了一隊, 香港全都沒有債的, 為什麼? 香港去100年之前, 是每年盈餘的, 那你有盈餘, 發什麼債? 什麼發債? 你不是我的point, 香港真的沒有需要發債的嘛, 香港發什麼債呢? 香港有很多盈餘, 而反而香港今天還有大量的盈餘, 看什麼時候有多久, 但是香港還有大量的盈餘, 所以香港沒有需要發債的嘛, 你想想一下, 香港發什麼債呢? 你不跟美國, 美國真的連續發債, 你覺得是對的, reserved crisis, 絕對正確, 絕對對的, 但是很大的原因就是, 因為香港是不需要發債, 因為香港不需要有盈餘的嘛, 發什麼債呢? 而對這個緣故, 既然香港政府不發債, 很多民間的債市就不能發展出來, 因為全宇宙都是政府才發債, 民間開始發大往債市的, 但是如果政府不發的話, 民間就很難發展債市出來, 香港就有這個issue, 說下去了, 但是當然, 不知good news or bad news, 香港就近年年千億財赤, 年千億財赤, 所以這件事都很成為過去的, 香港政府多次發債, 慢慢都會發的, 債爺都understand這件事, 大家看到網術都對新舊債爺, 吵架都說這件事, 所以這個將來搞CFA比較容易, 因為蔡芝明把這個產品叫債, 債這件事, 香港其實真的不是那麼流行的, 過去來說不是那麼普遍的東西, 但是現在應該希望將來慢慢, 不知道希望什麼, 總之就慢慢改變, 這個一定發生的, 你連師兄財赤都要用錢去, 那這件事就問了, 當你買一張債券的時候, 以下問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問誰是發債人, 那無論香港政府, 無論是美國政府, 或者是中國政府, 那些叫sovereign debt, 就guaranteed by sovereign government, 即是主權政府, OK? 這樣大家都清楚了, 那, sovereign government下面, 有些叫non sovereign government的東西, 香港比較簡單, 其實嚴格來說都有, 譬如香港, 譬如香港, 不要說香港, 香港這個不對, 譬如內地這樣, 那內地除了中央發債之外, 省都有發債的, 省都有發債, 有些城市都有發債的, 那所以那些就屬於non sovereign government, 那美國一樣, 美國州有發債, 所以美國三級政府, 三級政府都有發債的, 那如果大家聽新聞的話, 美國的城市default是出現過的, 美國聯邦未default, 即是沒有違約過, 州都沒有違約過, 但是美國城市是違約的, 都不是什麼新事來的, 絕對發生過的, 那中國也都是, 即是中央, 所謂的央債, 央眷, 跟著就是一些省, 那城市都有發債的, 但是, 中國的情況就是, 如果地方發債, 都像是向中央拿批准的, 美國就沒有什麼事, 美國沒有需要的, 那另外就是, Corsi government entities, 那香港有了, 那Corsi government的半官方機構, 那譬如三級香港來講, 就是市區重景局, 那香港另外就是醫管局, 那都有, 不是, 市區重景局, 那些半官方機構都發債, 那就是政府的機構, 那美國就是你的Fannie Mae, Fannie Mae, 那在中央, 那中國大陸就是你的, 就是中國發展銀行, 那些都有發債的, 那些半官方機構, 那都有發債, 那另外呢, 就說多一件事, 當然, 最近經常聽香港新聞, 違約那些就是公司債, 企業債, 那就是你的恆大, 那今天新聞就, 碧桂園都香菇賣了, 碧桂園的人債都出了事了, 都是, 那這些就是, 所以企業債, 那當然, 美國都有企業債, 都違約的, 都不是中國, 美國都有的, OK, 那你買債的話, 你要留意幾件事, 然後, 我講了幾個尺寸的關係, 那就是什麼時候到期呢? 那是不是3 date? 那我想說一件事, 你明明, 美國和香港很大的分別, 請問你, 香港政府發債, 譬如, 最近發一些Green bond, 或者I bond, 通常是幾長的? 是的,三年的, 美國政府發呢? 是的, 30年, 那為什麼美國政府發30年, 香港發3年呢? 為什麼香港政府發的債這麼短呢? 待會再回答問題, 我先回答問題, 大家留意一件事, 香港政府發的債很短, 美國發的債很長, 因爲美國, 譬如, 譬如, 滴士尼, 大家知道滴士尼, 是發了100年的債券的, 即是100年的債券, 100年債券的, 英國都有一張, 英國最長的國債, 英國, 到了50年,所以其實很多地方發的債很長的,我一會解釋為何解釋。 Tenner 反過來而已,就是還有多久到期而已。 一張五年前化學的10年債券,就還有五年到期,那就是Tenner。 雖然是3日是fixed的,但是Tenner是越來越短的,因為除了時間過去,到期的時間就越來越短。 那兩個字大家先認識,Money Market和Capital Market。 債券分成兩大類的,就是短債和長債,短債一年以下到期,就叫Money Market,中文是貨幣市場。 所以留意一下,這幾年,很多人聽到一個Term,叫貨幣市場基金,Money Market Fund,就是投資這些產品,買短債的。 短債意思就是買一年以下到期,所以基本上就去買債,但持有到期而已,而且債券通常都挺安全的。 所以就拿高點息而已,債券利息比銀行定期少少,就被人拍了錢。 Money Market Fund 隨時可以redeem的,所以很多時候給投資者拍了錢而已。 這幾年如果大家留意一下,有些美金的Money Market Fund 去到五里幾息的,所以都是很吸引的,相對安全。 那些就是Money Market,那反過來,長債就是Capital Market,一年以上的。 那長債一般來說就有票面利息,就會中間派息的,短債中間就不派息的。 OK,那你買債券呢,就要買面值去買的,譬如10萬,20萬,30萬,40萬,100萬,1000萬那樣,叫面值。 那你到期的話呢,issue 就把面值給你。 但是債券和定期有一個很大的分別呢,債券是有個二手市場,Secondary Market的。 那既然有Secondary Market的話呢,那就有個二手價的,就像股票那樣,有個價錢。 那所以呢,如果那個價錢,let's suppose,那個面值,通常我們在那個Bark Market裡面呢,是拿100元做單位的,100元做單位。 那有些人是1000元,那但是你要看,通常都是100元做單位,在Boomberg的199元,105元,背後100元做單位。 那如果今天trade 101元的話呢,那張就叫Premium Bond。 那由於是有二手市場,那所以呢,變成了投資者呢,就會願意買長一點的債券。 那你明白我的點子嗎? 為什麼投資者會賣了30年的債券呢? 因為中間有二手市場嘛,它隨時會沽到嘛。 那反過來問你,為什麼香港的債券那麼長啊,那麼短啊? 是啦,就沒有Secondary Market了,那所以就當定期那樣持,三年就定期了。 五年就當定期了,OK,幾個分別了。 所以香港不是沒有Bond Market,我告訴你,香港不是沒有Bond Market,香港也有Bond Market。 但是比起西方世界跟日本呢,跟中國的大陸呢,是沒有得比的,我們英文叫沒有Liquidity,沒有成交量的。 那就是說呢,所以香港有很多Eacher發債呢,就是三年起五年子,那三年起五年子就當定期這樣做咯。 反正做定期做五年都不是太,就是買一些產品三至五年不是太長,很多人都捱到的。 那反過來,你拿三十年購不到出去,那誰跟你買呢?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你understand西方市場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西方市場,特別美國呢,那個Trasher很Liquid的。 即是今早買,不用今早買,即是你殺買一殺就沽出去的,已經是。 OK? 反過來香港,你基本上沒有Liquidity的,這樣就逼著你,即是不能逼著你,你要沽就沽到的,但是問題是你會,價差很大呀,或者價錢不漂亮呀。 那變成你就不想沽,那就等到期了。 香港三至五年等到期,不是太難的,就不能等到期了。 OK。 講到一個Point,就是講到Point,這裡,都講過了,那債券呢,如果是長債的話呢,會派息的,那個叫Coupon Rate,Coupon Rate。 那,就,那有沒有留意到,香港那些Green Bond也好,i Bond也好,一年派幾次,香港那些? 那一年派兩次的,Semi Annual。 那這個香港的慣例,那香港是跟美國制的。 那所以美國Bond也都是,一般是Semi Annual,那不一定,那就是一般的而已,那Tip by default 都是的,因為美國政府那些Bond都是Semi Annual Pay的。 那反過來你買歐洲很多是NU Pay的,所以未必過都是,所以你買的時候要問清楚,但是沒有東西的,所以叫做Coupon Frequency。 那Fact Market裡面有幾個慣例的,一個就是一年一次,歐洲那邊的慣例,一個一年兩次就是美國慣例,另外有些就是一年四次,那些Perpetual 一年四次, 所以總之就不會爭你的,只不過派多派少,就是 Frequency 而已。 那這個就很重要了,Currency。 講完這個就完了我的時間關係。 我一天以前做Bond,很多人就打給我,為何把Bond的歷息這麼高? 為何把HSPC化學出來,去到8厘米、9厘米的位置高息? 那我就說,麻煩你去看看,看看是甚麼Currency先。 那美金,當然沒那麼高息。 那但是,譬如是HSPC,一個這麼大的集團,很多地方都會發債, 那香港,香港通常借美金,不會借港幣, 在內地就發人債,在日本就發日債債, 在澳洲就發押士債, 在歐洲就發euro,或者是英鎊債, 但是,因為跟著當地的貨幣,有不同的利息。 那所以,你買Bond,要明白你買甚麼Currency。 那不同Currency的利息都可以差很遠。 那當然,在這撒冷裏面,譬如我,for example, 據例子,請問大家,現在人仔高息,還是美金高息? 是的,沒錯了。 現在人仔真的頗不吸引,大佬,幾年遲過, 我打算將人仔,港幣轉向人仔,全定期, 現在轉到港幣,轉到港幣, 因為現在人仔沒甚麼息,離幾息而已。 所以這個,我記住, 人仔低息不是因為Credit的issue,不是風險問題, 是因為中國的利息是低於美金,這個大氣候問題。 所以你的Currency是一個很大的效果。 反過來,你要高息,就轉到印度, 印度的貨幣Rupiah就高息了, 七利息、八利息, 也是政府債券的,記住,也是政府債券的, Risk很低,但只不過是Currency要轉過去而已, 你按了Currency risk, 那你不介定Currency risk的話,你可以賺到很高息的, 你不介定Currency risk的話。 講多一個Concept就完結了, Eurobond, 那美金很有趣, 那美金剛才給朋友說是reserved currency, 絕對對的, 那美金的特色就是全世界都有的, 即是你可能在袋裡面,現在也有幾元美金, 即是很多人的投資裡面都是美金的, 即是這個是事實, 很多香港人都拿到美金的, Let's face it, 那所以很多的公司要借錢, 它不需要在本地借的, 在海外借的, 那這個就是Eurobond的Concept, Eurobond不是in Euro的, nothing to do with Euro, 因為比Euro好多的, 那simply就是說, 一個公司在一個地方發債, 但現那個國家, 現那個地區的non-native currency, 那麽事, 請問大家, 那麽大家知道, 那麽香港有一批叫恒大虎主, 那麽就是恒大虎主買了恒大債券, 香菇老班, 香港他們買的那些人, 恒大債券是什麽貨幣的? Eurobond, 那麽就是Eurobond, 那些不是香港的, 全美金的, 那麽為什麽呢? 香港有很多美金, 香港無限多美金, 你的倉裏美金, 我倉裏美金, 你的倉裏美金, 那麽便發很多美金債, 那麽所以內地公司, 一般來香港發, 都是發美金債的, 那麽當然, 有些內地公司, 香港曾經發過那些人債的, 那些人債, 英文叫點心幫, 可能大家聽過那字, 點心幫, 那些都是eurobond一種來的, 那麽總之是發香港的non-native currency 的幫, 香港native currency 是港幣, 那麽基本上沒有人借港幣, 因為港幣世界上不是很通用的, 那麽所以一般來的就是借美金, 或者借人民幣, 那麽這種bond的操作, 都叫做eurobond的, 那麽我就要講到這裏, 那麽這個是underfixed income的topic, 那麽大家有什麽問題可以問一下, 好問題, 那麽非常密的相當好, 那麽答案就是, 現在是不用的, 以前都沒有,但是CFA就很鼓勵你上升,很鼓勵你上升, 所以你剛才說香港有CFA society,你如果上升之後,你去網上登記,拿一些credit, 但是現在不是compulsory,基本上鼓勵你上升,但是沒有compulsory. 考驗上升之後,交錯了,交錯了,交錯了,年費,要付年費,沒那麼大, 簡單來說,他們只需要錢,所以回答你,暫時是沒有需要, 但是我想可能遲些都會改ROOS,但是去到這裡都沒有需要,過去幾十年都沒有需要。 報告之後多久要考上升之後? 應該沒有限制,差不多沒有限制。 我沒有記錯,應該是沒有限制。 你考六次就算你不能再考下去了,算了。 不,考三次就不能再考下去了,算你還是不要了,人生要做事很多, 很辛苦,沒有給你這麼大壓力。 好,大概一個月呢,大概一個月。 其實你問我只是有點離譜,因為全部MC,難聽一句話馬上都知道, 其實你根本MC就馬上嘟嘟。 他大概應該預約一個月。 譬如,他的設計是這樣的。 譬如,八月考,八月考就大概九月知道。 九月就預理考,明年二月考試。 你之前會知道的,給你足夠的時間預備。 他們都計劃得好一點。 那這個絕對是,絕對絕對是要練習。 所以我們有一個Vision course,就會操題目。 那你自己預備的時候,都是要操題目。 其實你不操題目,你記不得那麼多東西,怎麼記那麼多東西都是。 我經常都說,你做錯不要緊的。 你坐兩次就知道,坐在哪裡就可以了。 你如果這樣寫記的方法,根本寫不了。 好,有問題。 答案是要大的。 官方有兩部計數機,TI和HP。 HP我不認識的,別問我。 那一位學生就做TI。 TI,BA2+,是標準的。 那裡是標準的。 BA2+,是真的標準的。 你去香港的銀行,裡面全部都在用BA2+. 通常桌面都是一部的。 所以你不懂得用的話, 你忘記了大計數機。 即是深入計數機,拿一部都是那一部來的。 香港比較常用的那一部。 但另一部就是HP那一部。 所以回答你,你要帶技術機進去。 嘩,真是。 OK。 那,就有兩個解釋。 一個就是官方的那個,我不買的。 一個就是實際的那個,我覺得是。 那,官方那些就說, 因為疫情的緣故, 學生的心情慢慢地, 預備得不夠多。 那我心想什麼關係? 疫情不太多,多時間預備的。 我心想過,樓棋沒東西做, 應該讀到那些書。 Anyway,這是官方的回應。 那我就覺得不是的。 那,我怎樣。 那個problem, CFA有很大的problem。 現在周松告訴大家, 有很大的problem。 如果大家知道, 如果大家考的level 1, 特別是以前考過的那些, 你知道了, 在哪裡考的文字? 以前CFA是哪裡考的? 即早幾年, 2020年之前? 你有沒有考過的? 不介意的, 沒有所謂的。 你不知道2020年在哪裡考的文字? OK, 在2020年之前, 即是computer base改改之前, 就運到機場的博覽館考的。 大家聽過這些故事了。 所以各位很多善男信女, 就會坐地鐵、 坐機鐵去機場博覽館。 那很大的市場, 那這裡level 1, 那這裡level 2, level 3, 那是很燦爛的, 很會多人的, 很燦爛的。 吃硬的時候, 真的很燦爛的, 但是每個人都很適合吃硬。 我怎麼這麼說呢? 有很重要一點, 當時全宇宙都要考一份卷的。 全宇宙, 我講全宇宙, CFA level 1, 是考一份卷的。 那份卷是全世界一起考的。 這樣的情況裡面, passing rate不是那麼難定的, 因為CFA的做法是這樣的, 就拿一份卷, 接著叫了一群charter holder去考這份卷, EX是這份卷。 他就問你, 你覺得應該pass多少, pass的考試。 所以傳統來說, 大概是50%, 40%幾%, 而且是同一份卷來的。 CFA level 1, 不是那麼難設定的。 現在是computer based考試, 所以很害怕你今天考, 他的考, 你全部通訊給他。 我再一次, 因為考試現在是一個星期考, 大家聽過, 是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 所以有些人會早些考, 更早些考的。 因為避免通訊, 其實老實講, 一般人考完之後, 都是失憶的了, 其實考了都不知道, 所以正常是不會記得考些什麼出來的。 但是避免的情況, 現在就是考試是randomized的, 即是理論上, 理論上, 理論上, 理論上他的考試是不一樣的。 於是, 出了一個情況, 就是可能那班set grade, 他去set passing rate那班人, 還是一樣的做法, 就是給了一份卷去set passing rate, 有一個可能性就是考那班人, 那份卷偏, 是偏淺的。 即是說那份卷這麼淺, 他覺得偏淺的話呢, 那passing rate就會高一點, 你要60%才是pass考試, 但到你們考的時候, 那份卷是偏深的。 那就是很大的discrepancy, 那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可能性。 即是, 他的passing rate那個set的方法, 是出了問題的。 即是, 老實講, 疫情幾年前就說, 現在沒有了疫情, 還說什麼東西, 不要騙我了, 但我覺得現在有很大的issue, 他設定的passing rate那裏, 我覺得是有些地方要改進的。 即是, 他好像說沒有理由這麼低passing rate, 即是沒有理由這麼低, 即是30%是way too low, 沒有可能的。 即是, 很老實講, 那份考試, 內容和幾年前分別不是太大的, 其實是, 怎會爭那麼遠呢? 即是, 你不合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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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即是, 你不合理會, 即是, 即是, 我只要一時交給Christy。